男人拿出保鲜膜 缠绕在肚子上 用力遮住身上的千疮百孔 接着在脸上涂抹上厚重的粉底液 将脸上的湿斑给遮住 随后在浑身上下 喷上不要钱的花露水 以此遮盖住身上的屎臭味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吓得男人赶紧穿上衣服 戴上自己的帽子 打开门一看 竟是一个小男孩 等男人走后 他走进厕所一看 地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虫子 这一幕把在场的小男孩吓坏了 尽管老头将身上处理得特别到位 但飞机上仍然布满恶臭味 老头头也一脸无奈 一旁的乘客被熏得无底投入 就在这时 一个裹得岩石的男人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腿上 开始不断涌出大量的屎壳狼 吓得男人直接用脚踩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老头是能力超群的神父 死后得到了地狱魔王的重用 并派他们下入阳间执行任务 这才将他和卷毛的灵魂 复活到了腐烂的尸体上 没想到的是 他们身上的腐烂味实在太刺鼻 无奈之下 在乘客的建议下 直接将他们俩人赶下了飞机 紧接着 他们就像犯了错误的罪犯一样 被安保人员押送下来 殊不知 老头可不是好惹的 三五两下将安保人员全部撩倒 这个男人用手掏进自己的肚子 不料竟掏出来一把屎壳浪 为了掩盖住身上的湿臭味 他用保鲜膜缠上自己肚子 接着利用粉底液 遮住脸上的伤口 然后穿上衣服后 喷上不要钱的花露水 即便他来到机舱 身上散发出的阵阵恶臭 还是弥漫整个机舱 一旁的乘客一脸嫌弃 纷纷将俩人赶下了飞机 看着俩人可疑的样貌 刚要准备将他们移交到总部 他们也不是好惹的 三五两下将安保人员轻松打趴下 周围的吃瓜群众 纷纷拿出手机录像 警察见他们袭警 拿出闷闷枪 朝着老头疯狂扫射 圣书后 一群黑衣男就缓缓出现 他们意识到不妙 立即兵分两路 老头便负责电后 随着强大的火力攻击 仅凭老头一人 就放到了他们所有人 做完这一切后 他们坐着汽车 朝着教堂的位置出发 利用圣书的执意 他们找到了上古法器 但看守法器的光头男 誓死不从 死活不给他们 气急败坏的大壮 立马使出终极大招 飞机上弥漫着阵阵恶臭味 男人刚低下头 无数只蟑螂从他的腿上掉落 吓得男人不停用脚踩 直到最后 由于他们身上的味道太突出 直接被飞机上的安保人员赶了下来 其实 老头和男人是地狱的死者 他们的身体早已经腐烂不堪 由于得到地狱魔王的重用 因此 将他和卷毛两人 复活到了原来的尸体上 来到人间 执行秘密任务 就当他们利用圣书 找到上古权杖后 不料看守法器的男人 宁死不屈 坚决不交出神器 气急败坏的大壮 立马放出终极大招 眼看男人马上凉凉 直到最后一刻 他们成功得到上古权杖 拿到权杖 他们要乘坐飞船 赶到沙漠最中央 由于身上的包包太明显 被飞船上的看守拦了下来 尽管老头说里面只是高尔夫球杆 可他们却执意要检查 果不其然 包包里真的是球杆 殊不知 这一切全部都在老头的意料之中 球杆只是他的一个障眼法 等他们来到沙漠 他们分配好任务 老头骑着摩托 来到沙漠中心 将权杖插入地下 输入上破译的密码 随着红光闪烁 一股无穷的力量被彻底唤醒 天空之眼也被唤醒 由于老头的内力不足 权杖也无法使用 最后直接领了盒饭 但这次的任务没有完成 想必他的灵魂 还会继续执行下一个任务 关注豆豆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